开局一个真哥 你是在逗我吗 关键的是 罐子也只有一个 诶 等一等 罐子底下是黑色的 所以一定不止一个罐子 那就好办了 先砸开一个看一看 诶 是五王僵尸 这一罐有了 五王僵尸想冲过真哥呢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我说半五僵尸 你掉一个 水草做什么 完全没有用呀 哎呀妈呀 我的乖乖 又出来两个水蘑菇 你是要把我往死里面玩呀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先看一下 罐子里面剩下的是什么 四个五王僵尸 后面的是红眼巨人 红眼巨人出来一个 然后就会把剩下的罐子砸掉 我明白了 这一罐是要用真哥 打五王僵尸 在打五王僵尸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能多的 让五王僵尸 找到弹五僵尸 这样弹五僵尸掉了紫武卡片 就会更多 只要我卡片越多 往后面 把剩下的罐子砸越容易 没错 这一次呢 我们又开始了 还是一样 直接顶开五王僵尸 让五王僵尸过来 这一次开始之前 那小喜哥哥是洗过手的 所以一定不会像刚才一样 那么倍 哎 来了 豌豆尸手 豌豆尸手 是不是很nice啊 辣椒直接上 我好像呀 两个双发射手 这样我就有耻无孔了 来来来 小小五王僵尸 你几块过来吧 哎 南瓜头 刚好放到这里 就问你 五王僵尸 你疼不疼呀 那五娘 疼什么疼呀 我要吃掉你的南瓜 就你这一点战斗力 还想吃掉增哥 简直是 痴心妄想 这个香 这个香 玉米加龙泡 放到上面 再点开一个 哎 不要打我呀 不要打我呀 好疼好疼呀 小弟们快来打我 哎 五王僵尸 你叫你的小弟出来 也没有用 看我的真哥 三分钟就可以打败你的 不厉害不厉害 看我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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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有一个辣椒 还有一个黑蘑菇 并且还有两个冰冻锅 就这样的植物 现在是完全可以把十个 和面具人僵尸 同时放开 然后把它们炸成灰 不过不要急 我们还是先把五王僵尸打掉 因为第二路和第四路 还是很薄弱的 如果同时打开两三个五王僵尸呢 就会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需要先把五王僵尸 全部消灭 然后再打开红眼巨人僵尸 哎 又出来了一个 樱桃炸弹 特刺稳了 来吧 红眼巨人 你们都出来 小心哥哥 我们有十个红眼巨人 你是等不住我们的 哎 红眼巨人 不要小张 先给你吃一个黑蘑菇 然后再给你吃个冰冻锅 哎呀 我的脚怎么被动起来了 我找不到了 别担心大哥 看我扔小弟去偷他的家 我又来偷 二哥二哥 你扔小弟不行呀 我们还是往前走砸他呀的 你们还想砸我 那我再给你们放一个冰冻锅 让你们动不了 接着再给你们一个火爆辣椒 让你们刚出冰门世界 又弱火焰世界 怎么会这样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魅惑二爷 让二爷去打败剩下的僵尸 首先是这个撑杆跳 这个撑杆跳还跳过来了 那我就把它吹回去 这是个什么罐子 从中间看 好像一个箭头 难道是一箭穿心 把它转过来 就是一个被子 好神奇呀 算了 不管它是什么罐子 我们还是把它砸开 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有没有搞错 只有一个真哥 有了 这里有一个武王僵尸 那还不简单 我们把真哥放出来 放到边上 然后让武王僵尸出来 武王僵尸召唤出来 爆武僵尸 这样真哥就可以把它们 全部消灭掉了 出来了一个樱桃炸弹 这个是个好东西呀 这两个罐子是气球僵尸 所以我们先要把气球僵尸 消灭掉 这样它们就不会趁虚而入了 接下来继续等待 又一个真哥 太好了 放到后面 阳光光和向日葵 这是最好的 有了这些植物 那这一关就应该可以过去了 nice 这一次的卡槽里面是三叶草 这个三叶草可以把僵尸吹后退 所以拥有阳光才是最重要的 哎 现在有了 我们可以打开这一个撑杆跳 然后用三叶草把它吹到后面去 这样机枪射手打它 那不就跟落着玩一样吗 就不能给我钓一个好的植物吧 你给我一个花盆是几个意思呀 接下来就没有办法了 只有打开二爷这个罐子 虽然二爷很狂暴 但是在机枪射手面前 它还是毫无作用 哎 一个魅惑姑 那就先放到上面吧 有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魅惑二爷 让二爷去打败剩下的僵尸 首先是这个撑杆跳 哎 这个撑杆跳还跳过来了 那我就把它吹回去 接下来是红眼巨人僵尸 哎 二爷吃红眼巨人僵尸 红眼巨人僵尸还不打它 难道二爷真的是红眼巨人僵尸的爸爸吗 那么这两个也打开 然后再往后吹一下 哇二爷狂暴了 哎呀我的乖乖子吃得也太快了吧 直接把它的手上都吃了一个创口贴出来 果然是传说中的二爷 就是不一般 这一个想走过来 我把它吹回去 哎二爷你别跟着跑呀 看你吃这么香 费了一定很不错吧 哈哈哈哈 尽管二爷这么一吃 红眼巨人僵尸也抛出了小鬼 不过没关系啊 我的三叶草已经好了 只要把它吹回去 立马就完蛋 哎 nice啊 一个冰冻锅 等到这三个红眼巨人走到 真哥的旁边 我就把他们冰冻上 这样他们就走不动了 哎 再把你们吹回去 哈哈哈哈 接下来就是下面这一排了 还是一样要充分利用我们的三叶草 只有三叶草在 不要让他们靠近极强射手 这样就一定能赢 哎 羊桃 那就放到中间 现在还剩下三个白眼和两个红眼 那我们就先打红眼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 更好控制一些 还是一样 在这里需要用三叶草把它们吹回去 不过我们尽量让他靠近真哥近一些 这样真哥的伤害才能打到他的身上 一个小玉米 也还行 放到上面 那现在就该打这一个了 这里有一个地刺王 那就让他慢慢打吧 等他打完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吹走 最后就剩下这三个罐子了 白眼巨人 没有什么可怕的 哇 不好我的三叶草被砸扁了 那就先把这个地刺王放到这里 等到三叶草冷却以后 赶紧把它们吹走 在这里一定要小心 不能让巨人僵尸扔小鬼 所以赶紧把它们吹到后面去 这样就算它们扔小鬼 也只能扔到后面去 哎 又来了一个猫尾草 那就直接种上 这一次连三叶草都不用了 它们直接就完蛋 哎 最后出来了一个黑蘑菇 但是还没有过关 哦 我知道了 这里还有两个罐子 两个蹦极僵尸 直接用黑蘑菇把它们炸掉 这样它们就不嚣张啦 这样它们就不嚣张啦